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斯 今天我要來拍開箱影片 但是這東西不是我買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旁邊有一個 熊本熊的泡麵 這個呢它是 熊本線產的 日本熊本線 夏義成君 喔不太會念這個字 反正呢它是 炸蝦天婦羅烏龍麵 大家應該知道我很喜歡吃烏龍麵 日本的拉麵阿泡麵阿 烏龍麵阿還有那個 日本料理我都很喜歡 但是麵類的我最喜歡的是烏龍麵 對比拉麵還要喜歡 那我都會吃豆皮烏龍麵 但是剛好今天只剩下這個 炸蝦天婦羅烏龍麵 豆皮烏龍麵被我吃完 所以我就拿這個來做舉例吧 就是做介紹吧 這款泡麵為什麼我會介紹它不是因為工商 而是因為單純我喜歡吃 而且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給大家看一下我覺得很酷 如果台灣的泡麵也設計成這個樣子 我應該也會多買多吃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拆吧 然後場景一樣是長這個樣子 大家應該不陌生吧 之前去一中街的時候 然後我們拍的場景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邊有YouTube的筆記本跟YouTube的保溫杯的盒子這樣 保溫杯就沒有拿出來啦 不想再拿了 好了我們現在拆開了 包裝 然後你會看到這邊這個熊本熊的東西 我可以把它拉開 然後它這邊呢 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這邊呢有一些說明 有一些說明 教你怎麼煮泡麵 我會跟你說第一點是先加熱水下去 就是把麵條放進去 加熱水下去 之後稍微攪拌一下然後蓋住 然後再來把一些多餘的湯可以倒出來一點 然後欸 等一下 喔喔喔喔 好吧我看不懂 總之呢你可以用一般的泡麵的方式去泡啦 不一定要照這個上面 因為上面其實有點日文我看不太懂 它第一個是先加熱水下去 然後蓋住攪一下 然後又倒一些水出來 然後第四點又加一些水進去 然後最後才加那些天婦羅的料啦 有沒有看到 第一點它是先倒水進去 然後蓋住用那個筷子攪一下 然後倒一些水出來 再倒一些水上去 然後再加上這個料 那我是直接加料加麵 然後直接加水啦 好 這東西拿起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它剩下是長這個樣子 這邊有一個孔 我們可以把它拉開 裡面就是 唉唷 掉出來了 裡面就是一些料有沒有 像這個是它的那個粉 泡麵都有的粉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天婦羅的那個餅 好 天婦羅的餅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麵 你看喔 它連麵都包裝起來 因為烏龍麵它的麵 通常麵條是比較粗的 所以 它這也包裝起來 不像是 不像一般的那個 泡麵它是 硬硬的 這是軟的 軟 然後碗就長這個樣子 所以呢 你可以把麵 放下去 然後還有天婦羅這個東西放下去 還有粉 加進去之後呢 然後很方便喔 很方便的在這裡 就是它附這個蓋子 你可以加完熱水之後 就直接蓋上去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筷子就可以放在上面 就不用像一般的泡麵 你直接把 就是它不是都會有一片嗎 有沒有 然後你把它撕開 還不能完全撕掉喔 然後 撕完之後加完熱水 再把它蓋起來 然後拿個書墊上去 或是拿個筷子墊在上面 你不覺得這樣很麻煩嗎 我都覺得 欸 這樣就很方便有沒有 你就可以直接蓋住了 就不用再 拿個什麼書墊在上面 對啊 我就覺得蠻酷的 蠻貼心的 它上面還有一些字 還有一些什麼 湯切口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湯切口 這邊是倒湯的地方啦 它有一個小漏洞 看得到嗎 這邊有一個小漏洞 對就是你可以把湯這樣倒出去 然後這邊這個缺口就是 可以用手指把它拉起來 所以我覺得這個泡麵很酷 而且烏龍麵很好吃 如果你是吃素的話 我記得豆皮烏龍麵應該是素的吧 我看一下喔 它這個 我看一下包裝 它的成分有 小麥粉 棕榈 棕榈油 小麥植物蛋白 小麥的植物蛋白 然後還有食鹽跟蛋白粉 然後 呃 天婦羅我們就不講 天婦羅的材料就不講 一定是肉食的吧 然後 然後它還有食鹽砂糖 大豆醬油粉 還有 煎魚粉 喔它有一點魚的那個粉 所以 不是純素的 就是如果你是吃純素的話 豆皮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點魚的粉 這樣 然後還有 昆布抽取物 海帶 大豆蛋白加水 水分解物 大豆的蛋白加水分解物 這是完整的 然後還有 煎魚抽取物 它就是有一點點魚啦 然後其他看起來都是素的 然後 產地是日本 保存期限是210天 沒有到一年 不過 我應該很快就吃完了 對啊 那 今天就先暫時拍到這裡吧 就是 單純介紹一下 我很喜歡吃的泡麵 當然 不一定只有這個廠牌 有另外一個 東洋水產 豆皮烏龍麵 還有另外一個廠牌 我忘記叫什麼 反正 烏龍麵的泡麵 還有烏龍麵 我都很喜歡吃 拉麵是排第二 對 所以 那有興趣可以吃一下烏龍麵 但是我不推薦吃 台式的烏龍麵 什麼意思 像你看到一些快炒店 或是一些台灣的一些 就是料理店 然後它會有寫烏龍麵 他們那種烏龍麵 都是台式的烏龍麵 會加一些有的沒的 就有點像是 我所謂的有的沒的 不是說有毒物質 我是說就是 可能會創意 加一些其他的配料之類的 那它就會變得有點像是 炒飯 因為炒飯就是 東加西加 就是有什麼東西 就加什麼東西 菜啊或是火腿啊 或是什麼蝦仁啊 就是通通加進去這樣 那台式的烏龍麵也是這個樣子 我會覺得說它 它的味道 就不是我想要的那個味道 那一般的烏龍麵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清湯烏龍麵 就是幾乎什麼都不加 就只有湯跟麵這樣 那你可能會覺得 這樣好單調 不會 我覺得越好的 如果你的料理要做得越好 那你的 我應該這樣講好了 呃 如果你的材料越單調 那考驗你的技術的話 就要考驗你的越高超 我到底在講什麼 呃 應該這樣講好了 比如說我只有 麵跟湯好了 如果要讓人覺得好吃 那我麵跟湯 要下的功夫 就要下的更多 那如果 我 有很多的材料 那我隨便混一混 大家都會覺得好吃 大概是這個樣子 等於說是 呃 如果你要把麵跟湯 把它弄到更好吃 那你需要的技術要更強 所以我覺得 這種感覺是非常好的 就是 只有湯跟麵 我覺得吃起來就是 非常的 清淡 然後又好吃這樣 鹹鹹的 嗯 好啦 總之今天就是 介紹到這裡就是這個 熊本線的 呃 這個叫做 天 炸蝦天婦羅烏龍麵 那我之前是吃豆皮的版本 不錯吃 那有興趣你們可以網購一下 這個好像是在86小鋪網購的 我家人網購的這樣 那還有東洋水產烏龍麵也可以試試 只是這個比較大碗一點啦 嘿 其他的就比較小碗 好啦 那我們這集的影片呢 就先暫時到這裡結束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泡麵呢 歡迎去訂一下 那我就不附上網址了 畢竟我不是工商 我只是覺得很好吃 然後設計很不錯 推薦給大家 那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看一下這樣 那 如果你對我的影片很有興趣 想要支持我一下 歡迎幫我影片中可略過的廣告 不要略過它就可以免費贊助喔 那如果你對我的影片呢 想支持一下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或是同學們看 那如果有更多人看的話 我會更有動力去做下去喔 不管是遊戲還是生活類型的影片這樣 那我們其他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喔 等等我忘了講 忘了拍給大家看 這是正在 就是我加完水之後的樣子 對 然後 他現在正在泡 那有麵跟天婦羅座加下去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拿這個東西蓋上去 親自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好有沒有就蓋上去了 不過我水好像加的有點多 所以它有點飄起來 沒關係沒關係就這樣吧 我們就把它蓋住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開始等了 筷子可以放在上面 也可以放在旁邊 這個樣子 對 然後就是這個樣子啦 蠻方便的 就不用拿個什麼書本 又要蓋上去 然後蓋完之後又感覺書熱熱的 對啊 很麻煩 而且 你如果要吃泡麵的話 有一些人可能像我一樣不喜歡 它那個蓋子啊 一直黏在上面 我喜歡就是 泡完之後再把蓋子撕開 那這個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就不用再撕蓋子 我只要把這個掀開就可以了 對啊 好啦 那我們其他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